黎明前的校园寂静而安详 同学们还在甜蜜的梦乡熟睡 而在这里忙碌的一天又悄悄地拉开了帷幕 其实无论是春夏秋冬严寒酷暑 在上海海语学院后勤服务中心的一日服务部 总是第一个迎来校园中的日出 早上四点四十分 出房里 师傅们正精心地为同学们加工制作各种早点 要是在冬天 由于气温低 对加热保温等工序有影响 师傅们有时三点多就要开工了 清晨五点 蔬菜公司的蔬菜与输车准时来到海院 我院日用菜量在2000公斤左右 平均每日大约50个品种 依时节价格与蔬菜公司进行沟通反馈 及时调整进货数量与品种 负责委员配送工作的是上海市蔬菜公司 绿康蔬菜配送分公司 从96年至今 海院与绿康已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达6年之久 上海市蔬菜公司 绿康蔬菜配送分公司 是上海市商业委员会认可的 上海市实用农产品流通安全检测点 取得SGS英国有限公司 亚斯利国际认证服务颁发的 ISO9001标准 HCCP认证证书 其卫生检测水平和检测结果 具有很高的权威和良好的口碑 检测室拥有严格的工作制度 和先进的仪器设备 每天送到海院的新鲜蔬菜 都经过严格的农药残留量抽样检测 使我业学生的食品卫生安全保障大大提高 六点刚过 太阳已照亮了整个海院 各部门员工也陆续地开工了 仓库保管人员把刚送到的新鲜蔬菜 验收 锅棒 登记 并分门别类等待各餐厅厨房前来领取 我院锅炉房也有饮食服务部管理 为保证食堂加工所需要的蒸汽及学生开水供应 每天四点以前 锅炉房的师傅们就要上班了 去年 锅炉房还被评为 我约安全工作先进集体 蒸汽和开水通过这样的专用管道 分别输送到各厨房及开水房 满足日常需要 每天早餐供应前 工作人员都需要对餐厅及周围的环境进行消毒 消毒液均由专门人员配置 保证安全使用 干净整洁的餐厅给同学们提供了良好的就餐环境 您的口味 我的追求是饮食服务部的服务宗旨 6点30分 早餐供应开始了 一日之际在于晨 营养丰富的早点给同学们提供了充足的能量 使大家精神抖擞地去迎接学习工作的挑战 待早餐供应完毕 食堂工作人员又将马上投入到下雨轮的工作当中去了 8点左右 各种食品原料陆续送到 为了保证同学们的饮食质量 饮食服务部一直坚持采购规范化 品牌化 这是质量上场的双汇牌冷冻猪大牌 冷冻食品验收过磅后将放入零下18摄氏度的冷冻室保存 工会鱼塘也按时送来了鲜活的淡水鱼 为保证食品卫生安全 饮食服务部下辖所有餐厅所用的物料均为集中采购 由仓库保管员进行验收过磅 入库后再进行分发食用 这里是仓库管理室 工作人员对每天集中采购物料分发情况进行汇总 得算 饮食服务部还制定了从个人卫生到采购 到窗口服务一条龙卫生制度 确保食品卫生安全 上午9点多 蔬菜加工势力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师傅们分门别类按菜式要求对新鲜蔬菜进行加工 再分发进行烹制 荤菜领料单也送到了仓库 工作人员穿上棉袄棉裤 进入零下18摄氏度的冷冻室 领取冷冻食品 送往所需部门 每日的荤菜供应按实际情况 既使用冷冻原料也采购新鲜肉类 食堂加工菜肴主要用蒸汽进行加热 俗话说大锅饭好吃小锅菜美味 而食堂工作人员虽然是用大锅烧菜 但他们每天都会精心设计菜谱 平时勤学苦练 加工时精力求精 尽可能弥补大锅烧菜的不足之处 力图将最美味的菜肴奉献给广大同学 用大锅烧菜的部分 在餐厅食品基本加工烹制完毕时 监控室的工作人员就要忙起来了 监控室每天都要对烹制好的菜肴进行流氧 冷藏监控 进一步确保食品卫生 监控人员在取养前还会用专门的容器配置消毒液 供窗口服务人员浸泡双手 以此提高窗口服务的卫生标准 流氧用的器皿都是专门制作专门清洁处理的 饮食服务部还在东方医院海院门诊部设有细菌培养室 拥有上海市卫生局颁发的上海市食品卫生许可证 所有上岗人员都具备由上海市普通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颁发的 预防性健康体检卫生培训证明 11点多了 窗口服务人员按要求在消毒液中浸泡双手 准备迎接一天中最为忙碌的时刻的到来 11点45分 上午的课程结束 这时是就餐高峰期 师生们陆续走进各餐厅 校园广播播放着轻松欢快的乐曲 而餐厅里却是人声鼎沸 热火朝天 饮食服务部一日三餐保证了科学的营养搭配以及合理的价格档次比例 热食饭菜的温度至少在40摄氏度以上 窗口服务全部使用金龙卡收费 既方便快捷又卫生健康 餐厅里还经常会展出学生组织火馆会制作的展板 向大家提供科学膳食等各方面知识 就餐结束 同学们自觉地将餐具摆放到指定位置 洗碗组人员从旁协助 并及时将收碗车撤运至洗碗处 为确保餐具卫生干净 洗碗组人员保证每次做到 两次粗洗后再在洗碗机中进行高温清洗 被清洗干净的餐具装垮后 洗碗组人员负责将其分别送至各食堂蒸汽消毒房 由各食堂再负责进行30分钟的蒸汽消毒 同时餐厅保洁服务人员也抓紧时间 打扫各就餐区及周边非就餐区 而今天大家的工作完成得格外的迅速 因为下午有一场别开生命的比赛 就要在食堂进行 为了营造一种学术交流钻研技术的良好氛围 使职工们的服务水平更上新的台阶 为后群社会化改革打下扎实的基础 饮食服务部每年都要举行职工操作技能竞赛 而今天下午的比试又正好是饮食服务部 我们也很重视这次活动 那么我们也预充大家的这次活动中的取代 原本的成功 那么重担参与 究竟是不是第一名第二名都是吃饶的 那么通过这次活动大家能够提高 就这点收获 好吧 这次活动就先开 首先是素菜加工比赛 先烤切胶白 要求用滚刀法将胶白切至长三厘米宽两厘米左右大小 规定时间是五分钟 按加工数量和质量进行评比 场上选手十分自信 动作熟练 台判们认真而仔细地观察着 场下观众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为同事们加油 一声令下 第一场比赛结束 裁判们抓紧时间过棒 并审查加工质量 2点97 1号3点85 下一环节烤的是切土豆丝 在十分钟内看谁切得又好又多 这可以说是刀工里的基本功了 看情况一样难不倒他们 接下来荤菜加工 先烤切大排 然后是手工做肉丸 进行 紧张有序而又轻松欢快的比赛一转眼就结束了 裁判们在经理室统计比赛结果 而师傅们又马上投入到晚餐的准备工作中去了 晚餐供应是饮食服务部一天工作的最后大会站 一位窗口服务人员告诉我们 忙归忙 但能够使同学们在一整天的学习工作之后 享用到美味可口的饭菜 再忙心里是说不完的开心 夜幕降临 校园里的节奏缓慢了下来 而饮食服务部的员工们还在坚守岗位 努力地做好每一次服务 我们的采访即将结束 打扫干净的餐厅安静了下来 祝饮食服务部的员工们今夜有好梦 因为明天一大早 他们又将迎来用早餐的同学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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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扫干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